去年我在饭店隔离时 神对我说今年 祂所给年轻人的意象就是Stronger 意思就是在一起 我们将会比以往更强大 接着呢 在隔离饭店的第12天早上 我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呢 我是在一个特会的营区当中 跟许多下一个世代的领袖 还有年轻人在一起 而我是以约书亚乐团的身份参加 身边也有约书亚的一些老团员 他们陪着我 营会的聚会跟活动都在进行着 有一天早上呢 当我坐下来 跟一群年轻学员 跟领袖吃早餐的时候 有个姐妹就在餐桌上面分享 她昨晚就受到了搅扰 被仇敌攻击了一整夜 都没有睡好 她就跟我说 她真的好累 好不舒服 我就跟她开玩笑说 呵呵呵 以前我们约书亚乐团 南征北讨 出国在各地寻回服事的时候 我们的团员也常常被 仇敌魔鬼攻击跟搅扰 现在终于轮到你们了 我那时心里的感觉 就好像是我们这些老团员 都睡得还蛮安稳的 但是仇敌开始去转去攻击这些年轻人 而我们的下一代都感到很无助 不知道该怎么做 而在那个时候我就醒过来 而神就对我说 你要教导下一个世代如何来争战 我想要跟你分享 关于2022年青年那很特惠的主题跟方向 首先我要说 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我很喜欢漫威的电影 而漫威那家公司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建构了漫威宇宙的系列的电影 从一开始的钢铁人 后来拍美国队长雷神索尔 在复仇者联盟第一集的时候 再把他召聚起来 结果就大卖 除了拍这些超级英雄的续集之外 还拍了一些新的英雄 他们继续如法炮制了几年 等到复仇者联盟第三集第四集 有更多人集结的时候 后来你知道 连属于Sony这家公司的蜘蛛人 都被拉进来合作 整个就赚翻了 其实这跟我们青年那很特惠 第一年 着重在发掘每一个人的身份跟命定 第二年 着重在团队服饰 真的这个主题是不谋而合的 但是你知道 这一次最新的蜘蛛人第三集 却做了一个更异想天开的创举 他们让三代的蜘蛛人 同时出现在一部电影的当中 你知道这有多难吗 这就好像是 你看到过去那些神国的将领 像初代教会的彼得、约翰跟保罗 或者是Charles Finley、约翰·魏斯里 或者是威尔斯大复兴的Evan Roberts 这一些神所重用的属灵伟人 甚至是你可以走到旧约 像是亚伯拉罕、大卫跟但以理 好像他们亲自来到我们中间讲道 或者是要与下一个世代 一起来看见整个亚洲都是属于耶稣的 是一样的意思 没有错 就是这些跟我们活在不同时空的人 他们走进到我们的世界 与我们一起打一场属灵战役的感觉 神在说 不只是同一代 更是跨世代 老实说 三代同堂 三代要同行 并不难 难的就是我们要一起同工 要一起打仗 因为不同的世代 其实就像是活在不同的平行宇宙一样 差异实在是太大 合作的难度也太高 但是当我真的看到在电影的当中 三代的基础人都在同一部电影的里面 我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而这也是我期待 透过今年的青年纳喊特会 神要在我们中间 祂要成就的事情 所以我要邀请你来参加 2022年青年纳喊特会 优优独播剧场——